欢迎来到政治,我是启耀 MARA的主席说 却考或没有SBM文凭 仍然可以升学 全国的MARA促进中心 将会展开这个AI跟电动车等 高科技的这种培训 首先呢,我必须先把这个预防针呢 打好打满 虽然讲说这个MARA的促进中心 这整个计划只是给土著 我上了他的官网看 第一个条件就是你必须是 不密不抓 你必须是土著 但是,这始终是一个 我认为原意上是好的计划 OK,毕竟大家知道 我们全马很多的一些学生 他们可能家境不好 学习力真的是不行 真的是读不好书 所以他们没有拿到SBM的文凭 或考不过 所以给这些学生 他们一条触路 不管他是什么种族 我觉得都是一件好事 因为,简单想 如果这些学生 到最后真的是找不到出路 在社会上找不到赤 那他们很可能就会 可能是有犯罪的问题 等等了 OK,那我也看了资料 每年10万个错学生当中呢 其实就有85% 是马来同胞 是5亿 所以,这一个MARA的促进中心计划呢 其实就是要给这些马来同胞的 当然,我知道很多的观众也会心想 这一点其实很不公平 因为呢 华人 其他非土著 也会有很多的错学生 很多的人呢 考不到这个SBM OK 每一个种族都会有这些人的 那为什么我们没有被赋予 这样子的这个机会 那这样的事情 我希望大家稍微耐心一点 我等到后面的时候呢 会跟大家稍微分享我的这个看法 那我看了这个新闻呢 其实我心里一个最大的疑问就是呢 到底这个阿斯拉夫大哥 这个MARA的主席呢 要怎样把没有SBM的这些学生呢 要怎样把他们送去这个高科技的领域呢 OK 如果我们一般的理解 你这个读书不是很好 我们就是讲说你可以学学手艺了 对吗 就是这个靠这个技术 靠这个手艺呢 以后在这个社会上打滚 也是找得到一分次 这里没有任何的贬义 其实你靠手艺 你靠技术 也是可以赚到很多很多钱的 OK 所以 这是我们的想象 但是 高科技领域 我给大家一些例子 AI 电动车 然后人这个机械的这个制造 OK 这一些事情呢 到底有多少的所谓需要依靠劳动力的这一种工作呢 我给大家举一些例子 大家也看到其实最近我们社会呢 越来越多自动化 越来越多AI 像收费站 收费站以前呢 是人收钱 现在全部走自动化 卡滴一下就过 连充值现在一些地方都不需要人在那边了 像银行 银行 职员 大财员 为什么 系统已经可以跑自动化了 所以不需要那么多的员工 所以 每一个老板 每一个企业家 其实都是在想办法呢 怎样把人员捡到最低 而 这一些自动化 人工智能 这种未来的东西呢 现在在他自己的领域啊 你认为 这一个实时的这个程度 会是更多 还是更少呢 我的意思是讲 如果连银行业 如果连我们普通的服务业 餐饮业 现在都有那个kiosk machine啊 他们都已经呢 是尽可能的走自动化 那AI的领域 那去到机械生产这样子的领域 你觉得啦 他们还需要仰赖多少的劳动力 或者是人力呢 这就是我在想的事情 你没有SPM的文凭 就代表说 你在里面呢 可能你不能够 只能掌握到很多 很专精的这一些知识 如果你要走专精呢 你一定是要去到 你有SPM文凭楼 你去读个大学 读相关的领域 所以你去从事一些呢 可能是技术活的东西 但是 这一些领域 他们本来就已经是呢 高度的自动化了 那到底这一个培训计划当中的 这一些学生 有多少是可以被吸纳进去 这些所谓的高科技领域 还是其实所谓的高科技领域呢 只是一个噱头 他们就算是进到了这些 这个工厂里面呢 其实也是可能流水线的一个员工 如果是流水线的员工 其实就很危险了 因为这一些领域里面呢 我已经讲了 可以自动化的东西呢 他们会马上自动化 这个是资本主义 大老板每一天都在想的东西 就是要cut cost 所以我就是好奇说 到底这个MARA促进中心 讲说可以全国培养那么多的 这些人 要送进这些领域 这一些工作机会呢 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OK 这里是一个大文号 OK so 我解答了这个问题过后呢 接下来想要跟大家聊一下 这一个MARA的培训中心计划呢 真的是让我想到了之前的一个课题 就是UITM OK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不要再去重蹈覆辙 然后在这里什么鼓吹 要接受什么非布斯林什么 我认为这个事情 我们真的不需要再重演一次 那在这里呢 我其实只是有一个建议 现在在整个市场上啊 其实给予全民的 这样子的一个 我们讲vocational 机制的培训 其实都已经有了 但是如果我们要增加的更多 那可以效仿的就是 在不同的大学 在一些本来非穆斯林 都可以进去的大学 马大 国大 博大 礼大 这一些大学呢 就设置这样子的培训计划 这样子的培训计划呢 欢迎全民都可以进去里面参与 然后呢 我觉得好的一点是呢 这边的这一个教职的这个资源呢 其实可以直接从大学的这些讲师 直接吸纳进来 OK 所以它就会变成其实非常的容易 你不需要特地呢 创造一个新的地方 然后把各方面的人拉进来 然后开跑 不需要 你直接从大学这一边呢 去让这些老师进来教 之后呢 大学本来就跟外面的这些企业 有所谓的这一个合作 和这个连结 就从那边呢 让这一些没有SBM文凭的这些学生 土著也好 非土著的好 可以直接的去interview 然后进入职场 OK 所以 我认为这一个MARA中心的培训计划呢 我不想要再去重吵之前的课题 但是不代表说 非穆斯林就没有这样子的机会 如果更多的这些大学 能够开办类似的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其实就没有问题了 因为到最后我们总只是希望说 非穆斯林有更多 这些没有SBM的这些文凭的学生 可以有更多深造的机会 OK 去到这一些大学 其实机会也并不是讲说 就敌人一等 OK 甚至我相信很多人呢 是更想要去到这些大学的 OK 所以以上的就是我的一些 这个看法跟意见 希望啊 不管是哪一间大学机构办的类似活动 都祝他们成功顺利 OK 这期聊到这边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